中文字幕——YK 欢迎收看黄金年华之斗歌敬意 热灵有魄力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两个团队完成了第二回合团战的挑战 那八面玲珑队以2.9分显胜了杰出非凡队 他们分别获得四颗荣誉之星 还有三颗荣誉之星 那今天呢是夏日之声队跟乾坤再造队 在第二回合团战中的首次对垒 主题是老上海怀旧金曲 好那现在马上呢就让我们欢迎四位各有特色的导师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乾坤再造队的吴坤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刘新玲导师 杰出非凡队林俊杰导师 夏日之声队夏慧导师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三位评判嘉宾 他们分别就是本地歌手兼歌唱导师林伟强 歌手兼歌唱导师郑夏运 新加坡著名的艺人洪胜安 欢迎三位 那在这一次的赛制里面呢除了我们的评审团 他们打分之外呢我们的导师们呢也有一次的加分权 是每位导师有使用一次加分的权利分数就是三分 目前呢JJ老师跟刘新玲老师已经使用过这个权利了 是那另外两位导师 昆杰老师你这一次会使用加分权吗 看着办 看着办 那下位老师呢你会使用这个加分权吗 我们老人家也是一样看着办吧 一开始是老上海这个主题嘛 所以我想爱萍我选给你这首歌当中有碰到什么问题吗 动作和我的那个节奏不太能吻合 表达方面觉得不够好卡在那个美称方唱法那边 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装扮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尝试 动作跟台风要努力一下啦 希望我的出场不会让大家失望 希望我们团队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再多练习 在家里要怎样把所有的基础打好 就是横格模细去法及棋法 大家都应该有做到这一点 我现在比较忙一点 所以我少一点练习 我自己也是比较忙 因为店里面没有人熟 昨晚有一点担忧 没有睡得很好 不用担心啦 你常练习 真的是瘦了 穿的衣服很漂亮 为什么会瘦呢 因为我们用横格模细去法 我驾车的时候我还要 那天我老婆问我 你驾车这么有声音的 我说我在练气 那你也一样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那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展开我们的比赛了 对对对 那空姐老师 你第一位学员要派谁上场 我第一位要派的是爱萍 我记得呢 爱萍站出来都是很稳健的 对不对 所以他好像也不怎么样会害怕这个舞台 是是 他很喜欢表演 对对 那以爱萍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者 那我们下回老师 你会推出什么样的学员来对垒他呢 一栋不如一镜 我今天让他唱了一个非常静的 非常深深有感情的一首歌 他是谁呢 比较内敛的歌曲 弱灵 乾坤再造队的爱萍 要以一首满场飞 把快乐带给大家 对不对 我想听酒气满场飞 拆光的明花来回 确实月正乡 跳乱白菜构味 嘿 你这样乱白我怎样随 你这样美吗 我这样随 确实月正乡 飘乱白菜够味 勾肩搭杯 紧紧推推 步也排归 爱也排归 你这样对我没有罪 害我今晚是不得安睡 它们乱跳白我也会 跳得比它更够味 却是月生下 堆堆在漫长飞 香槟酒起漫长飞 柴光的银黄来回 却是月生下 飘乱白菜够味 你这样乱白我怎么样碎 你这样美貌我这样碎 却是月生下 飘乱白菜够味 嘿 勾肩搭杯 紧紧推推 步也排归 爱也排归 你这样对我没言乱飞 害我今晚是不得安睡 它们乱跳白我也会 跳得比它更够味 却是月生下 飞堆在漫长飞 挑战者夏日之声队的洛琳要带来的歌曲是 《练痕》 我再也不愿提醒 这创统的回忆 让失去的恋情 永远地藏在心底 我再也不愿提醒 只永恒地别离 让苦痛的连痕 随着那世间忘记 sun plansми啊 辰光 吻着笑心 我两见情 书情依 high throne 我两见情书情 细洋 揉着长雨 我两遭归 闭云 我再也没有勇气 我究竟在天气 让梦般的往事 永远往我留存回忆 Zither Harp 夕阳啊 拥着场景 我扬转的位置 我再也没有勇气 把旧情再提起 让梦般的往事 永远往我留存回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老上海怀旧金曲 是 两位一出场真的惊为天人 把我们带回老上海歌舞厅的情景 这两种不同的风情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来讲讲爱萍 爱萍今天戴这假发比较特别一点 比上次的就是有点不同的风格 是的 还习惯吗 有一点不习惯了 因为很少戴假发 就会觉得有点敏感 有点痒 但是值得吧 是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个有点风情万种 是 谢谢 好 那洛琳今天这一身衣服 哇 也是特别去购买的吗 是的 就是为了配合这次的主题嘛 老上海 然后要呈现那种 白乐们在舞厅唱歌的那种情景 对 连发型都相当的下功夫 而且这件衣服穿起来非常显身材 没有身材的还不能穿呢 两个人都下足的功夫 在你们的造型上面 对 那你们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就听听看我们的评审老师们怎么说 那我们就先请这个洪圣安先开始 哈喽 爱萍姐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今天的造型有加分 你穿的这个裙子 还有你披的毛 都蛮好看的 那我很喜欢的是你从头到尾 都是带着笑在唱 所以有带出那种愉悦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你今天的音准 也在满场飞 然后就是一直在飘 所以音准真的是要注意 那若林姐 我觉得你今天一站出来也是有加分 你的这个服装造型呢 非常的有气势 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声线 有一点点像夏慧老师 那你的这个抖音其实也还蛮适合的 因为你的抖音听起来有点凄凉 只是你的高音有点挤不上去 是因为衣服太紧吗 不是 OK 然后还有一点很可惜的 你没有看我们 因为我觉得这种歌 如果你有做一些交流的话 它会给它多一点灵魂 嗨 爱萍姐 还有若林姐你们好 你好 老师 爱萍 刚才有些时候 你在想动作的时候 你唱歌 你静的时候 你会慢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再练多一点的话 你就会很完美 爱萍是一个情绪相当不稳定的一个人 一到现场呢 一紧张起来呢 他就状况就产生很多 若林姐 我觉得很棒 你唱到 很稳 在那个意境里面 觉得很漂亮 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在想着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公 每次我只要想到 他给我很多的爱护 给我很多的支持 而且我自身来到新加坡 所以他有那种 一定要把我照顾好的责任 只要想到这一点 那我就会触动我的心 然后你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是要抓紧咬字发音 有一个地方你在唱那个字 它的字的那个尾音 一个是E的尾音 一个是R的尾音 所以两个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在做那个E啊 因为刚好R是高音啊 你的R上不去 因为这边下巴拉太下了 所以要注意这个 好 谢谢 OK 爱萍姐你好 爱 老师好 你的声音是很红亮的 很实的 可惜的是 你的音准不是很稳 这些都有用到那个 Dore Miso La的那些音符 它是有小小的 跳音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当你跳的时候 你就会音准会比较不稳 所以可能多练一些 音准的一些练习会比较好 OK OK 谢谢老师 然后若林姐 老师你好 我觉得我很喜欢你那个 D的那个声音 其实力度可以少一点点 就让你的身体会比较自然一点 因为有时候你唱歌太认真的时候 它会出来是很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要做到有力 但是要有一些灵活性 这个就是刚柔并济 是有一点难 要练习 这个是有点难 OK 谢谢老师 爱平一些舞蹈还是要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 才会有那个韵味出来 所以这些比较细腻的东西 你要去好好地再学习 那若林 我觉得你在某件事情 你会很追求完美 所以你在唱的时候 你也会追求完美 有时候唱歌你太刻意地去完美它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最处完美是每一个人要的 刻意的话是见仁见智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当然要再调教 就会达到那个效果 对于爱平今天的表现 我还是要赞赏 今天进步了很多 虽然有些动作还不能达到理想 有些音还不是很稳 不过这些都是有带你更进一步 好 夏慧老师 洛林有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他已经有达到了一半的功效 但是还需要再多一下认识 这个鼻腔共鸣以上的声音 我相信如果下一轮的话 我们就让评审老师 看到你练为一个 已经达到了那个共鸣腔位的位置 好吗 谢谢老师 OK 好 那评审团满不满意你们的表演 就要看看他们怎么打分给你们了 来 我们请我们三位老师准备了 林伟强老师 一 二 三 编号2 洛林 恭喜 先拿下了一分 谢谢老师 夏慧老师 一 二 三 编号2 恭喜洛林 那洪胜安 你呢 也是给了编号2的洛林 夏日之声队在这个环节胜出 也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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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坤姐老师 现在暂时落后 你要怎么样排阵呢 你接下来要 要不要再重新布局一下 我要派出的是我们团里的团长 杰明 他非常有办事能力 而且他歌也唱得非常的好 夏慧老师 人家派团长了 你有什么长 我有家长 家长 你不就家长吗 最年老的 我们就派了这位李玉婷 乾坤再造队的杰明 要带来首 银嗓子 咬力的代表作 秋的怀念 秋 静静地徘徊 静静地徘徊 静静静地徘徊 静静地徘徊 静静地徘徊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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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怀念这呆呆 此乡的草原 她永远怀念 永远怀念 怀念这念念 可怜的春节 求 静静地徘徊 静静地徘徊 她永远怀念 永远怀念 怀念这呆呆 此乡的草原 她永远怀念 永远怀念 怀念这念念 可怜的春节 求 静静地徘徊 静静地徘徊 红叶为她 折烦恼 白云为她 眼悲哀 求 静静地徘徊 求 静静地徘徊 求 静静地徘徊 夏日之声队的李玉婷 要以这首《露像之春》来迎接挑战 而人间有天堂 天堂 天堂斋楼下 春温光 无偏死 无马鸟温乱花 树上有小鸟 小鸟在歌唱 唱出赞美死 赞美这春好大 林家有少女 当船塞衣裳 喜情 赞美上 不就要做新娘 春色彩 楼下 春天的花朵 处处想 我们要鼓掌 欢迎着好春光 唱出赞美的乐� 掌美今 Bridge 国想 Scared 考虑当床在雨上 悉心伤眉上 不久要做新娘 春色在楼下 春天的花朵处处下 我们要鼓掌 换你这好春光 玉婷大哥 还有设计 后面还有晾衣服 林家有少女 真的一个少女出来 不过来晚了三十年 我很好奇 这样子的一个桥段 是老师特别安排 还是玉婷大哥 你特别希望你的同学 多一点亮相机会 是老师安排的 老师 因为那个林家 就是露相之春的 那个意景就在我的脑子里 我想就不如这样子吧 就这样放一个背景 就特别加了这个 是这个桥段 丰富这个歌曲 是是是 好 那我不晓得这个杰明 今天这首歌对你来说熟悉吗 其实 其实我没唱过这首歌 都是老师帮我选的 不过很喜欢 选择很好 轻快 杰明一直担心 有没有美声的唱法跑出来 有 是老师还有啊 你嘴巴一开 那种美声 我们就已经听得相当的舒服了 不管怎么说呢 今天你们所有的练习 都已经呈现在这个舞台上了 就是要准备接受成绩的时候 我们先听听看 我们的评判老师 觉得你们今天的表现 到底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缺点 嗨 杰明你好 老师你好 那首歌其实有点像 那种秋高气爽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有点不够轻松的感觉 一首歌 开头跟结尾很重要 尤其是有些时候好像那句 歌词啊 每次第一个字 你会比较凶一点 结尾的时候最后两个字 太过凶了 最后它是 比较高音的部分 可是不要去太多 强的去吹它 好 谢谢老师 李玉婷大哥 你的声音很好听很亮 所以唯一的小瑕疵呢 就是在开场那边紧张嘛 然后整段主歌 禁拍子禁得太快 可是之后你没有因为前面的那个失误 而导致你剩余的那个部分都也开始慌 这个是一个很赞 就是这样而已 好的 谢谢 是 杰明哥你好 老师你好 我觉得你唱歌的技巧很好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联音 你的转音 在这里这首歌可能不是很顺 他 尤其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可以再顺利点 从也为他涂颜值 李玉婷大哥 我觉得以七十岁的男生来说 哇 你的声音真的很洪亮 很干净 可能要练的是拍子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那个旋律是空掉了第一拍的那个节奏 所以你会注意到第一拍我没有唱 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帮你抓住那个节奏 杰明哥我觉得你有两点做得很不错 第一就是我觉得你有略带效益的在唱 所以还蛮享受的听起来 然后第二是你有看我们 所以我们心存感激 但是有两点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的做一点进步 第一就是我觉得你唱的太工整了一点 就是你唱歌很多时候你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唱 它不够流畅 也不够那个旋律感 所以可能要加强一点 让它不要太工整 玉婷哥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 你没有跟少女交流 然后我觉得少女好可怜 好寂寞 因为如果你没有跟少女交流 那少女它只是一个布景 如果你跟少女交流 它就变成表演的一部分 你不用做很多 但是可能可以看着她微笑等等 那它就变成你表演的一部分了 我只是让她做一个背景 是让人家看到过去的那个年代的状态 这个是画面嘛 我就没有跟她去交流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你们导师们来说一说 这个夏惠老师 下一次的练习 我们就再继续的去注意这个后半音下歌的这个 我们尽量不要找正拍下歌的 你还是唱得很好 在那个不是绕拍的那个阶段里面 所以加油 谢谢老师 好 昆杰老师 对于杰明啊 在这个比赛之前 你给他的一些指点是些什么 他有没有做到 一些地方啊还是忘记了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 秋的怀念之后 这两句啊 最开始的一句中一句 轻的这种的表达层次呢 他有时候会忽略掉了 这一点要继续努力 好不好 是的老师 其他都表现得很好 杰明 你的气很稳 你的音可以一个 如果是说唱歌 这会不会有跳音 不会 不是什么东西都连到 一口气连得好好的 就是好听的 在这种大收小小收大的 这种城市的处理当中 他还没有真的得心应手 尤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紧张起来 这些大家都会忘掉 玉婷 我觉得你在前面 听半奏音乐的时候 你并没有进入 你是等到你的声音一唱进去 听到你的主旋律 唱着唱着 你的情绪才进 所以总是有觉得 你后面唱得比较好 开始的时候总是紧张 在想别的东西 下次听音乐 听前奏就想象 如何进入那个场景 好 那接下来就要看看你们这一组的PK 我们的评判老师觉得 哪一位的演唱是比较好的 尾强跟圣安准备 一 二 三 三号 三号 所以要恭喜杰明 来 我们有请夏韵 也是三号 恭喜杰明 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 就是杰明胜出 也要恭喜乾坤再造队 翻回一局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来 进入紧张的状态了 这一场的最后一个学员 你要派谁 是 昆杰老师 擅长一 导游的黄真出队 好的 夏日直升队 我这个也是 换了一个形式的表演方式 歌唱方式 上一期呢 它是相当的苦 白真凤 乾坤再造队的黄真 要演唱的是 金嗓子 周璇的名曲 靠红 夜深深听了分秀 和小姐先谈心 听说各个兵酒 我倆陪了夫人到西乡问候 他说夫人恩当候 叫我喜天忧 他把门关了 出品里面担心 我只好走 他们心里凉相逢 不认你能罢休 便罢休 又何必苦退休 夜深深冰了尊宿 和小姐先谈戏 听说哥哥冰酒 我俩配了夫人到西乡恩后 他说夫人恩大仇 叫我西边有 他怕门儿关了 我只好走 他们心里两相同 夫人你能怕羞便怕羞 又何必顾醉酒 已不改 叶儿无息 发魂与奈 再不改 你大不下 留在山鬼 三不改呀 不曾发落 真债秀才 三不改 如今是密城帆 能更改 不如春起好似 一切都整改 代表夏日支撑队出战的白针凤 同样要带来一首周旋的名曲《彩冰狼》 高高高的树上结冰狼 谁先踏上谁先唱 谁先踏上我的谁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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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郎呀 彩冰狼 少年郎呀 彩冰狼 小妹妹的郎 她爱偷望 低头又想 她又美 她又壮 谁人比她强 甘忙来就是我的郎呀 青山羔羊 流水长 那太阳一长 那鬼鸟儿再唱 叫我俩赶快回家乡 高高的树上结冰狼 谁先踏上谁先唱 谁先踏上我的谁先唱 谁先踏上我的谁先唱 少年郎呀 彩冰狼 小妹妹的郎 她爱偷望 低头又想 她又美 她又壮 谁先踏上 谁能比她强 咱们来叫声我的郎呀 青山羔羊 流水长 那太阳一长 那鬼鸟儿再唱 叫我倆趕快回家鄉 少年郎 吃菜冰郎 小妹妹的郎 她愛偷望 低頭又想 她又美 她又壯 誰人比她強 趕忙來教是我的郎 青山高 流水長 那太陽一長 那鬼鳥兒再唱 叫我倆趕快回家鄉 我們這一組是比角色扮演 是啊 所以大家對於自己的造型 都是下組的功夫 我們的黃針這個行頭應該也是買來的吧 是的 是晚上買的 你的尺寸好像不太對 是嗎 會不會褲子太長 還是妳腳太短 好 那個冰郎妹 我這個造型也是很可愛 據說妳還自己有加工 對 本來是她連那個衣褲一起來 只是一個三角布藍色的 然後沒有車邊 她是翠花 然後我再買多一個藍色的跟她車上去 是 都下足了功夫 但是唱腔上面也沒有受到妳的表演影響 我們聽聽看我們評判老師們怎麼說好不好 黃針姐妳好 妳好 非常地用心 然後非常地入戲 對 因為妳剛才表演完了 妳還一直走過我們面前 妳還一直在演 就是還沒有跳出那首歌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就是妳很專心 妳很用心 我覺得可能欠缺的是 可能妳麥克風的那個控制 跟氣流的控制 因為這首歌裡面的有很多 他跟那個到的那個字 就是T跟D的字 所以妳每次唱到那個他 妳的氣就很多 然後它這popmine的那個聲音就很明顯 妳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個氣流不要推到這麼大力 OK 然後 曾鳳姐 妳一出來我就感覺很舒服很開心 就是妳很成功地表達出那個歌曲的那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到後面的時候 妳就稍微失去了那個方向 對嗎 然後沒有那個力去 真的去繼續開心下去 所以我覺得說 妳唱一首歌妳要注意 說到後面後面 妳還是要一直維持那個精神 OK 謝謝老師 黃鎮姐 今天這個表演我覺得 我很讚賞的是 我覺得妳真的很投入 然後我覺得妳很厲害 因為在那個音樂還沒有下之前 妳就這樣站在那裡 然後音樂一下 哇 妳整個就上身 妳的這個表情 妳的眼神完全就不一樣 妳就完全進入那個角色了 那我覺得如果要挑的話 我是嫌妳的聲音有些部分 可能還做得不夠柔 少了一點點那個年代感 然後曾鳳姐 我覺得妳今天真的很辛苦 曬完了衣服 要踩檳榔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妳踩檳榔踩得太用力 結果我發現妳很喘 我不知道 我看了我也跟著很喘 然後喘到妳的音準啊 拍子都跑掉了 小米也辣 雅菜變辣 小美美去啦 怕愛同我 黃先生姐妳好 妳好 妳好 妳在扮演這首歌烤紅 妳在扮演的角色 妳是在扮演那個 那個丫鬟呢 還是妳在扮演那個小姐 丫鬟 丫鬟的話 那有一些地方妳的演出 就真的有點不對喔 因為有些地方妳在表演到妳很嬌羞羞 就羞搭搭的 那感覺其實是有點錯了 因為這首歌烤紅耶 所以說那個老夫人喔 正在審問這個丫鬟 為什麼在偷偷啊幫妳的那個小姐啊 暗渡陳昌喔 所以其實妳是在被審問中的 妳應該是很可憐的 所以妳的表現的那個部分 那邊就錯了 烤紅它有樂劇 它有黃梅戲 它有電影 它甚至有其他劇種的表演方式 每一種劇種表演方式都不一樣的 所以我是以我個人的想法去教它 因為我本身是有演過潮劇跟夜劇 所以我們以我們這種戲劇的方法 的詮釋方法來教給它 可能是因為不同的那種戲種的那個詮釋方法啦 因為我看過的那個版本是黃梅調 那個紅娘其實是被她的那個女主人在打 她很委屈 可是她又要為她的小姐說一些話做點事情 所以我覺得她的那個詮釋的部分 有那個痛的感覺 有那個無辜的感覺 需要多一點 這樣的話才會比較適合這個烤紅這段戲 曾鳳姐 我剛才看你一出來就很可愛 一個好像那種陽光少女 然後唱起來也是 欸 不錯 很柔 然後那個手勢那些也不錯 到後面就開始覺得好像有點喘 因為剛才我有擦汗 擦汗 然後我就有一點喘了 所以我就表現出來 你還在演出 你在唱歌 所以你表現出你喘 可是你唱的時候不可以喘 這個之前是老師設計 我在排練的時候 是照做這樣做 他就用一種累的狀態來唱歌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是 原來是不取分的狀態 黃森 你給我的感覺是 你真的很熱愛演戲 而不是唱歌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你忘了今天你來參加這個是 鬥歌敬意 而不是鬥戲敬意 所以我一直忙著看你演 我已經沒有那個精神在聽你在唱什麼 這個你就真的要注意 黃森鳳唱歌要唱出感情 然後呢 讓觀眾 讓喜愛聽你的歌的朋友 好好的欣賞 所以這一點你也要去注意的 加油 謝謝老師 黃森鳳在古裝的手勢跟動作上呢 還相當的陌生 不過在這麼短短幾個星期間 當中你能夠學到這樣子 算是難人可貴了 不錯 繼續再加強 好不好 謝謝謝謝 這種演跟唱在一起的是不容易的 繼續努力 好不好 是的老師 真辛苦了 你從一個很安靜又很苦的樣子 搞成一變變成很開心很歡樂的樣子 就等於是成功了 那也是我要塑造的你 另外一個你 所以很好 謝謝老師 在剛剛的兩個回合當中呢 我們兩組是各拿下了一局 你看看我們的評判 頭忽然間大了一點 好 準備好了沒有 一 二 三 五 六 好恭喜黃森 你略勝一籌 那我們要恭喜乾坤再造隊 恭喜你們 這次的唱功多變了造型 用心塑造每一個歌曲角色 哪一隊的表現更勝一籌呢 好 我們第二回合 團戰第三場比賽的成績已經出爐了 我們也發現到 兩位導師呢 並沒有用他們的加分權 對 他們忍功一流 真的是 OK 好 那到底呢 我們哪一位學員是他們團隊當中得分最高的呢 請看 看到我們的大屏幕 恭喜乾坤再造隊的傑民獲得78.9分 是你們團隊最高分 夏日之聲隊最高分的學員是若琳 78.1 好 那這兩個團隊他們今天團隊的總成績 又各得多少分呢 是 是不是乾坤再造隊因為傑民的關係 就領先呢 對 他們兩個之間的比分是差了0.8分 好 我們來看看 兩個團隊的總分是多少 請看 看到乾坤再造隊總分230.6分 而夏日之聲隊是獲得230.7分 贏了0.1分 恭喜夏日之聲隊 我不會覺得是我可能贏 所以是高興 很開心 很開心 那0.1分 差距太小了 那0.1分其實還是需要更大的努力 艾萍全面的倒 我是感覺冤枉的 我看到今天的表現是比上一回好很多 他有一個評審能夠拿到分數的話 就不適於輸得0.1分 所以我這一點就覺得比較遺憾 這組PK張慶福高大威猛 還要稱它是濃縮型的 現在是比歌藝 對 又不是比高度 是 對這我看的時候高音 很準耶 只是想要得到他的認可 對不對 好 那祝你好運 謝謝 黃金年華之豆哥敬意 星期五下午3點30分 八瓶到雲